我们家里的这些徒弟们两家联合在一起 我觉得是件好事 所以我们这些老同事 我们也会助力于传位 希望我们传位的新的工作室越办越好 今天的传位工作室正是乔天 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 把老一代的宝贵的这些经验们继承下来 千万千万别走弯路 不再厨房大小 不管从东搬到西 关键有咱这只年轻的队伍 有想法 有干劲 而且能钻研的 我相信传位工作室一定能做好 祝贺我们传位工作室的迁移 希望小亮把咱们中国传统的味道发扬下去 而且进行传承 也助会你们取得更大 更多的粉丝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传位 那么传位呢 我认为首先要注重传承 注重传承 然后巧妙融合 完了事儿 突不出个性 然后什么 迎合 时尚健康 那么最终迎合市场 以此传播我们国大精深的餐饮饮食文化 小亮的抖音我也看了 他这个节目呢 就是每期都是比较接地气 而且很朴实 加上咱们郑大师孙大师两家的徒弟 也联合起来 这个工作室我想会越办越好 祝贺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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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菜了啊 臭豆腐 粉 肥肠 焖烧鸡 这位师兄刚在船上下来 包了大海鲜 那个胡玉当头 来 包颜套 别忘了 拜拜